土豆烧肥肠在饭店的点击率非常高 很多人都喜欢吃 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土豆烧肥肠的家常做法 色泽红亮,软糯入味,香气四溢 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接地气 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煮熟的肥肠一斤左右 这个市场有色 当然也可以用生肥肠自己加工处理 不过那样特别的麻烦 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切好先放入盆中 再准备点家常香料 八角桂皮香叶 少许的白纸三奈 去脂的沙仁和适量的干辣椒 用开水先浸泡上 这样干净又出味 接着准备小料 生姜一块先拍破 切碎即可 大葱少许切成葱花 再准备点杭椒和小米辣 蒜子搭配颜色增加香味 土豆一个削去外皮 清洗干净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记住是厚片不是薄片 然后再切成条 最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切好用清水线浸泡上 防止氧化变黑 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烧水先来汆烫肥肠 这样能够去除很多的异味 放入料酒稍微多一点 当然喜欢这种重口味的 也可以不用焯水 开锅后煮至一分钟 然后捞出 用原汤稍微多冲洗一下 这样表面更光亮好看 接着另起锅 把锅烧干后 放入适量的葱油 炒烧后下入汆烫过的肥肠 炒出肥肠里边多余的水分 炒出香味 肥肠一定能提前这样扁炒下 这样扯着口感好 香味更浓郁 放入料酒或者是白酒稍微多一点 从锅边烹入 这样能够给肥肠很好的去形增香 翻炒大概一分钟左右 炒至肥肠表面稍微有点焦黄 炒出油脂然后倒出 锅中再次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熬出香味后 先下入姜葱 便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控干水分的香料 炒出香料里边多余的水分炒出香味 再放入适量的干红花椒去形增香 炒香后放入适量的皮鲜豆瓣酱 炒出颜色炒出香味 接着烹入生抽酱油稍微多一点 提味提鲜 料酒适量去形增香 而且可以使炒出的酱汁颜色 更加的红亮好看 再放入少许的老抽上颜色 把酱汁稍微多扁炒下 这样香味才浓郁 炒出酱汁亮油 然后放入适量的开水或者是鲜汤 开锅后保持中火熬制五分钟 让各种鲜香味融合 然后关小火打去料渣不要 这样烧出的肥肠看着不凌乱 有失欲 当然嫌麻烦了 这一步可以省略 接着先下入肥肠 肥肠煮开后再倒入空干水分的土豆 这样土豆不宜粘锅 而且成熟更快 再放入适量的糖色 能够给肥肠很好的去形增香 而且烧出的肥肠颜色还红亮好看 不知道糖色怎么熬制的 可以看我前面 再放入两粒的冰糖 活为提鲜 胡椒粉稍微多一点去形增香 大火烧开后盖上锅盖保持中小火炖至十分钟 十分钟后打开锅盖 可以看一下汤汁已经渐少 这时候火可以稍微开大点 开始收汁 放入少许的鸡精味精 让人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接着下入拍蒜纸饭均匀烧出香味 再放入杭椒和美人椒翻均匀 烧出清香味 这样也能够给肥肠进一步的去形增香 烧至辣椒断生 再放入适量的辣椒油 增加辣味和红亮的颜色 少许的香油花椒油增香提味 稍微翻动几下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肥肠软烂 土豆入味 简单家常的土豆烧肥肠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